日本時代早期社會的台灣寶座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基隆港 以前這個基隆港的港內還有很多這些暗礁 然後這個港邊都崎嶇不平 然後這邊還有漢人的結石 西班牙人他還蠻會選位置 這個叫色寮島 它其實是一個小島,獨立在岸邊之外 現在叫和平島 他們選在這個尖端 這個現在的 現在的這個日本人開發出來 那這個島呢 他們在1937年的時候 要在這個地方蓋一個造船場 就把西班牙人城堡做成 我現在看不到,現在變成中船 這是不是蠻可惜的 然後這是一個想像復原族 就是當時西班牙人的城堡 垃圾籃 叫聖薩老族的城 它這個城堡的概念不是像中國的城 是蓋一個很大很大的城牆 把所有的東西都包進去 它不是,它等於是一個堡壘 面對著外海 要塞的感覺 然後呢 我們人住在這個地方 住在這個島的 庭園的地帶 可能有事的時候才會進到這個城堡 然後這個 主要的炮火是在這個 四個角的林堡 然後你看它的長官住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有修道院 然後這兩個 還有兩個那個 馬賽人 就是他們當時文件上記錄的原住民 這兩個部落 很有趣喔 他在這個部落外面都建了教堂 所以他們 他們來這邊也是 用這種宗教的力量去 跟原住民打交道這樣子 然後他的整個 防禦的設計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紫薄的 山頂上還有兩個 兩個堡壘 然後這個水道 這一個狹窄的水道 有一個堡壘 構成他們這個整個防禦體系 那西班牙為什麼要來 台灣建立這個巨大 最重要的就是要跟 中國 跟日本 做水 那台灣當時是 就是彌朝政府 所以他們就是 俄達人站南部 西班牙人站南部 西班牙人站北部 那 西班牙人的大本營其實 是在馬尼達 在那個呂宋島 然後俄達人總部是在那個印 就是達以南的地方 但是因為 那個地方太難編了 他們還是需要 這個比較靠近 中國大陸跟日本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們 他們做這個 的目的 感覺就是為了要賺錢 為了要搶奪這個貿易的商機 我們看這個 陳永明的台南的熱蘭城 他規劃其實有點類似 跟那個 西班牙人的類似 他這個城堡 裡面啊 長官 長官 住在裡面 然後還有什麼 教堂殲民 兵器庫良長 上庫寺兵 等於說 他們統治的 需要的 重要的這些設施 都在城堡裡 然後呢 他們這個 規劃裡面 一定會有一個市場 市場就是讓這些 中國商人 日本商人 然後他們本身 回來人的商人 一個集散地這樣 住在這個地方 他不但有市場 而且還有房子住 成為一個市政 然後裡面還有什麼 睡官 現在還找不到這個地方 也都找不到 現在這個還在啊 這個還在 安平古堡 安平古堡就是安平古堡 然後這就是 這個應該就是安平老街吧 那是 那你看他們就是這樣 倉庫院 就變成一個生活圈 商人的生活圈 跟統治者 然後他們也是一樣 蓋在一個 離這個岸邊很遠 這個沙丘場 所以其實 這兩個的規劃的概念 很像 連那個城堡的形狀 很像 只是說這蘭遮層 它規模很大 還有一個內層跟一個外層 嗯 這樣子 但他們都不會把那個 旁邊的世界包進去 嗯 就是 固好自己 可能也是因為 他們的財力不足以那個 不足以去做到那麼大 嗯 然後這個就讓我想到一個 我們去福建看到一個 一個圖堡 叫安真堡 好這個 圖樓 福建圖樓很有名 嗯 但是這個圖樓是非常巨大的 嗯 然後非常漂亮的 他們說啊 當地人呢 這個圖堡是當地人一起 合資建造的 他平常不住在裡 是喔 只有土匪來的時候 大家很高興 喔 他平常 他平常住在這種 外圍就對了 對 住在外圍 那住了這種三圍園 四圍園 然後土匪來的時候 全部住在這裡 裡面什麼也都有 喔 那房子很大啊 對啊 裡面也有 你又有水井啊 你又有祖先祖先祖先 娘子什麼有沒有 對啊 有一點類似 就希望有這種城堡的待遇 對對對 OK 我就覺得A3兩個還蠻像的 嗯 這個哪裡 在福建 福建哪裡 這 哪裡我連忘記 這跟我們去看那個園學的 土樓又不一樣 因為土樓是原寫的那個是有住人 是不是 對對對 一般都會有住人 對 但是他這個就 就滿特 就滿特 然後後面這個山很有趣喔 你有沒有看到這兩棵樹 很高 他說啊 當年啊 當年就是把整個山的樹都砍光了 喔 都拿去做什麼也有忘記 然後 砍到山頂說 欸這個山頂的樹不能砍 留兩棵 就留下兩棵樹 對 現在還是兩棵樹 很厲害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去年九月啊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吧 這個 那時候新聞很大 很轟動啊 他去西班牙的人造的一個 防骨船 帆船 嗯哼 那其實他 他不開船也可以動 我覺得蠻奇怪的 然後呢 他裡面有一個防骨 應該有啦 應該是有動的 可是這樣你看起來會怪怪的 沒有煩惱 然後呢 他把這船 從西班牙開到上海 去參加四國會 結束之後回來 欸經過台灣 欸來來來來 他們 熱鬧一下 他們就真的來了 我覺得還蠻有 蠻有這個歷史意義的 因為以前 就是 西班牙 西班牙 曾經就是在基隆 這個地方 而且他本來沒有要停基隆 是因為遇到一個颱風 他沒有開到台灣北方的時候 颱風來 然後趕快躲到基隆 本來是要直接開到頭城區 哇 結果到基隆引起大風洞 那個 基隆港邊 然後後來我也跑去 激南看 可以 可以登劍給你看 這個叫做加雷翁的船型 這是一種商船 在當時西班牙的商船隊裡面 用了很多 這個這個船型 所以他其實是一種商船 跑得很快的商船 但是他裡面有大船 總部物結構 嗯 對啊 好像說照一艘要台地 兩億 一億還兩億 一億還兩億 那一艘什麼 好 那西班牙人就過去了 然後呢 也來端子 其實這個才是台灣真正的 最早的主人 就是 我們現在為什麼會知道 他們這些資料 主要就是 西班牙人留下來 一些尾獻 他們當時來 北部就是 聽到原住民 沒有什麼漢子 嗯 漢人有就是商人 所以他們就會去跟原住民傳教 然後跟原住民買東西 買吃的啊 或是說我們要蓋城堡 幫忙蓋住 就會有一些 合作的關係 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 康熙初年那個 玉龍河來台北 他來台北財流行 看到這些原住民 他做了一些技術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咦 好痛 那剛剛說的那個馬賽人部落也是 這個 凱達格蘭族嗎 對啊 也是 這個馬賽人是蠻有趣的 因為他 他 根據西班牙人的紀錄啊 他們講的話叫做馬賽語 是當時 台北地區通用的 就是他可能各部落之間 用了不同的理由 所以馬賽語是大家都會的 然後馬賽人是商人 他們會做生意 但他們 他們比較不適身材 但他們很懂得 會去跟中國人做生意 跟西班牙人做生意 然後跟平母族做生意 嗯 所以說平母族 在台語很厲害的平母族 就是 就做一些農耕啊 農作物 魚獵啊 農耕啊 然後去跟馬賽人交換一些東西 嗯 所以馬賽人就是類似中間商人 就移物移物 然後這邊 就是商人禁言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如何復原以前的 平母族的聚錄呢 就是 在七代文獵裡面 有一些風俗畫 他就畫到說 這個北部的房子是長這樣 所以他是 屬於甘蘭寺的建築 就是他底下會架稿 這個像 現在泰國碰到淹水 他 他 水就沿在箱 然後上面直接做出來 然後他還有一個很有特色就是說 他牆壁居然是往外 那種牆壁怎麼走 這個問題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通 就是說 很特殊 101也是這樣 看不出來 然後他這個底下架工還可以防草 他可以養豬啊 養雞啊 其實他們還是很聰明 對於這些自然環境 其實他們這些建築都很 其實應該是說 就是 威力兵南島原住 你知道嗎 對就是 像東南亞 還有 中國南部 這些 你相信 文藍還是有這種 對啊 他們一般 都挑高 你看我畫的這個想像 就是說 他們部落會有一個木葬 圍起來保護自己 或者是用種植子 竹林 然後會有一個空氣 在大家開會聚會的地方 然後他們 蓋房子呢 就是 文獻記載很特別 他是 把屋頂編好 我要抬起來 一起放 一起放 放上這個房 其實那個整個是很輕的 很輕的材料 所以我相信 他們這個房子可能 蓋一個房子可能 不用一個主幹 就蓋好 因為我以前去過 阿美族他們說 他們說 他們蓋那個竹屋吧 一個竹屋只要兩天 就蓋好 好 所以呢 所以 像他們這種都是 用 現有的材料去 手工把它做起來 這樣還蠻厲害 然後外面會有 瞭望的 然後就是從事這 魚 魚獵啊 魚撈 然後 打一些野獸 然後種芋頭 這樣 然後講到剛才那個 你為什麼 牆壁會往外行 我就去 大陸看到一個 然後說是雲南的 少數民族 你看喔 它下面也是架空 這房子也往外行 喔 我看到這個很新鎮 他拍照 啊 竟然看到 一樣的房子 然後啊 你看喔 這個竹子 它牆壁 竟然是竹子顛的耶 你看這個有沒有 嗯 像竹子顛的 很類似 非常類似的啊 但這個房子是在 北京的一個 有點像民俗村 喔 北京有一個九州化村 喔 然後呢 裡面有 什麼個名 當然也有台灣 他們認為 應該要有 所以就看到這個雲南 但他們跟我說 其實 他們這個 在北京蓋的這些房子 跟 當地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 我就很想說 有機會去 南開 看真正的房子 是怎麼樣 但是 至少從這一棟來看 已經跟 台灣文獻裡面 講到一個很像 然後這是它裡面的那個 牆壁清新的樣子 你看它這個 也是用這種 這種 不便的 做事那種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講到說 漢人到了台灣 做這個貿易 因為台灣是 在清 清朝才開始 整個 大力的開發 變成一個 米谷出口 水是糧場 對 清朝政府來講 台灣就是一個大糧場 所以在 在整個康熙到乾隆年間 整個台灣都在 都在大開發 看神來開墾 然後種稻 然後稻米出口 這個 土產品 農產品出口 然後進口什麼東西 進口日用品 布啊 衣服啊 然後建材 裝瓦 淘氣 生活用品 還有鐵器 什麼 台灣都沒有產 都必須從大陸進來 所以當時台灣這個生態是很特別的 它不是一個能夠自給自主的一個社會 它必須要用它的現有的資源 去跟大陸交往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 商人這個角色是很重要 然後生產者也很重要 但是生產這個 角色呢 就會多多少少的人 天象商業化 結果它可能重到不是為 到處理 那去了